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進魚 今天是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跟進一下昨天話說供應商自己示範拿竹刀竹叉去鋸扒的時間 一分鐘內鋸斷兩隻叉 據報相關的供應商有回應解釋為何會鋸斷 是怎樣的解釋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據報話說近來啟德的上空又驚現這個異象 認真奇怪日前攜衝今次到啟德的上空 據報很多啟德的街坊都目擊拍了相片 是怎樣的異象至今仍然討論當中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提提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話說鋸扒竹叉斷 供應商回應樣版是舊版 比較脆 另外說示範的時間緊張大力了 報導的留言提到 首階段走數在星期一 4月22日開始實施 環保署綠色餐具平台日前 4月25日就邀請供應商展示和示範 使用替代餐具 其中一間示範用拼接竹叉切牛扒的時間 兩支竹叉分別斷開 和筍位是鬆脫的 負責那個示範的供應商負責人 在今天4月26日解釋 示範用竹叉樣版 是傳放了樣膜四個月的舊版本 傳放時間較長 較為乾燥 水份少也引致筍位較脆 加上示範者當時緊張 握高了兼大力了 那位負責人不擔心事件 影響市民對環保替代餐具的信心 強調使用環保餐具習慣 應該要循序漸進 亦都無需跟膠餐具作比較 就說環保餐具是天然野造 不同膠和石油提煉 現在環保餐具不斷改進 為求消費者滿意 不要每次都和交餐具比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你怎說怎好 即是示範時間緊張大力了 結果連接位較脆 於是斷了兩次 不過當中也提出一個數字 這是舊版本的餐具 只不過傳放了約莫四個月 傳放了四個月就那麼脆 最容易斷了 很多餐廳可能大量入貨 一擺以連計 若然有一天我們用一兩年前的餐具 豈不是很容易有問題 另一箱有生產商也就近日指持有蟲的情況解釋 可能是存放和運輸有問題 究竟這些餐具是否安全 有沒有部門可以幫忙研究和澄清一下 另外也說說啟德上空有異象 繼葵衝過後 近日啟德晚上的夜空上面出現離奇的怪光 眾多街坊目擊拍照 這個怪獎也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就說好像有雙眼看著 報導的內文提到 人對於未知的神秘現象特別好奇 世界各地不時有人直擊而似UFO 外星人的蹤影 今次竟然有神秘現象出現在香港啟德上空 日前有人在社交平台上載照片 聲稱在啟德雙子塔上空目擊奇怪的光網 更陸續有眾多街坊留言說都看到 日前有人在社交平台Facebook 啟德居民自由港的群組發帖文 分享在啟德上空目擊有奇怪的光網 據悉事發日期是4月24日晚上約7點半 啟德雙子塔上空疑似出現離奇怪光 從目擊者的照片所見 怪光出現於啟德空曠的上空 在雲層當中出現了兩個若隱若現的光環 令人聯想到好像電影蝙蝠盒的圖案 令到整件事更添詭異感 照片所見怪異光芒出現的同時 有不少圖人正於光芒下行走 相信是有不少圖人目擊事件 事主在社交平台以夜空奇景為題發帖文 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同時有很多啟德居民都留言聲稱目擊怪光 並在留言區當中發帖文討論 有人表示到底是什麼燈可以照上天空 中間黑曬但周圍又發光 亦都說好像有隻眼看著我們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近日啟德的上空出現了這個怪象 至今都未能夠有一個完善的解釋 據報網友都即即清奇 認為很難能夠有眼燈射上天空 並且旁邊又發光中間又黑色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據報多位啟德的居民 日前都拍了相片 寄上網 暫時未知這個怪光的來源 也都不知有沒有專家解釋 近期香港異仗特別多 往往有不少異仗過後 都是沒有一個完善的解釋 另外也都說說這件怪文 根據AM730的報導 網上列說 乘巴乘客在座位留下了 翻版的四仔 即是四級電影 惹來熱意 網友就說 原來還有人是用碟來看的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巴士乘客有時候會不小心 將個人物品留下在車上 而且種類層出不窮 以往更加有人留下了疑似的骨灰棕 假牙蛋撻等等 亦都有好心的網友發現 生物過後 就會在社交群組找物主 昨天4月25號 有網友乘搭一架港島城巴的時間 竟然發現有人圍留一隻 翻版四仔的色情光碟 在座位之上 他更加認低封面內容 在網上找物主 隨即引發其他網友熱烈討論 就說這個時代 還有人是用點 用光碟來看 一些色情片 這位網友 話說在相關群組發貼文 說早上7點半 在金鐘站上城巴 37號X 前往智庫花園 當他坐在下層 最入的左方位置之時 竟然發現 有人留下了疑似一隻 就說麻煩 密主自己回應領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無奇不有 留下銜碟就在巴士 結果 事主將相關照片放上網 就說 找密主 得淡笑 不過 相關的條文 意外引起大家的討論 就說這個年代 竟然還有人 是用光碟來看三四級電影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有個男子輪候公屋 老闆同意支票出糧三個月 想著上樓過後才拿錢 就問大家 房屋處會不會查得到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事主日前在Facebook群組發帖文 就問出資票的話 房屋處會不會查到 如果我一直不拿錢 等上樓再拿錢 行不行 希望其他網友可以幫手解答 他曾經在群組發帖文詢問 新界兩人單位的申請事宜 去年5月收到房屋處的合格信件 事主補充自己是為了申請公屋 已經曾經辭去一份好的工作 幸好現在的老闆 給他在頭三個月以支票出糧 可以在半年之內提取 他又預計今年6月就可以上樓 入住公屋單位 事主的提問引來大批網友的討論 不少人指假如老闆私下有報稅 或者供款強積金 事主就避無可避 就說老闆一報稅你就死了 也都說老闆出支票給你 但私下又和你報稅 也都說你公司有沒有供強積金 或者報稅先 有的話就一定查得到 也都有網友提醒 注意支票的有效日期 就說支票有死日期 你過了年都未上樓的話 老闆真是多謝你了 不過部分網友就批評事主走 灰色地帶 又少言公屋群組有很多當局線眼 紛紛留言說這裡很多人都在房屋處工作 也都說這個問題問得好 這裡沒東西多 最多就是房屋處職員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估計市主的收入應該過了限額 老闆很好就說不如這樣 這三個月用支票出糧 你上樓就再兌回支票 不過市主問這樣做能不能夠 門得過房屋處 本來就不知道 現在就肯定門不到 因為已經成為了新聞 兼且網友提醒 相關群組估計眾多線眼 很多的房屋處職員 天天就在這裡盯著鐵紋 結果相關的市主其後都補充 聽大家這樣說 都無謂禁駁 可能就跟老闆再聊一聊 可能要減薪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 拜拜